我們都會希望小孩是可以實際走出教室 然後進到社區 看到的問題是我們每天都會面臨到的問題 其實有一塊就是同理性的培養 那個換位的思考是很自然的發生 讓我發現DLC它真正發揮了一個教育的影響力 它讓孩子看見自己的可能 我覺得嘴巴講不如其而行 一起進去然後就發現 海邊真的跟我們想的完全不一樣 小朋友都傻眼 說老師這垃圾超臭的 老師為什麼海邊有內褲 老師我們還撿到馬桶 然後我們就說對啊 海邊就是有這麼多各式各樣的垃圾 我沒有辦法跟你去描述 或是你沒有辦法去想像 到底有多麼的髒亂 我覺得親身帶孩子去感受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我必須去踏出人家的形狀 讓整個情況有改變 我就會說 那你覺得其實如果我們都不要做 會不會怎樣 你以前問他的他會問問他嗎 對啊 會是比較舒服 但我有一些我問他 我就說不行 現在不趕快做 他等他要擦掉才做嗎 他可以從他的表情 從他的語言內容裡面去知道 他真正關心這個地方 那是騙不了人的 他們給我的這個力量就是 他已經知道那個價值 是在於做這件事 不像市場的故事 市場的改造行動 他們去做這樣子的關心的事情 對他們來說 他們就深刻去理解到 市場有市場的故事 市場後面牽動著帳號的歷史 而這些事情如果不從現在 我們開始了解 那往後更沒有人去了解 那就更沒有人去知道 一開始孩子聽不懂台語 或是不知道什麼 跟他媽媽互動 講話 他只會站在後面 帶帶孩子媽媽 一直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孩子 也比較互動的 所以我媽媽 自己一直都說 阿媽要吃飯嗎 他就跟我們再見 那最後的時候說 阿你怎麼回事啊 我說不要趕快 沒關係 我們一起吃飯 所以那種情感的交流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 這個事情 我覺得我學會 就是不要那麼快 去否決小孩子想法 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提出了一個 你會覺得 有一點點 天馬行動的想法 但他其實他背後要表達的 你再問更多之後 你會發現他後面其實要表達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如果你在一開始就否決他 你就會覺得很可惜 在跟孩子對話當中 就很少會出現 你不可以喔 這不行喔 反而是多了一些鼓勵 然後甚至讚美 甚至希望孩子有嘗試 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 應該是嘗試 有沒有能力去改變他 而不是就是 背後的考驗 背後的接受 當他開始要去練習 他要去籌畫的時候 他就會發現有些困難點 沒有辦法解決 他自然而然的 小孩就會長出力量 他會知道他要 怎麼樣去解決這問題 但是如果我們一開始就阻止他 他永遠不會學會解決問題 我們一直以來 希望孩子就能夠走 去你的話題學習 沒有信心的孩子 但是因為參加這個活動 他發現他的主動性 還有圓能力 做到這件事的一種信心以後 他就會開始 他任何的時間 放在他自己身上的生活 讓我更希望他們 成為一個多能力 令他們的 對 我的開選裡面 就開始說 我的目標就是 你們都是很可愛的 可愛就是 可以被愛 也可以愛人 所以你要有愛人的能力 讓你當你是一個很好的人 你當然人家就會 會愛你 我們都不是為了 做敵人心 我們其實就是 希望這個過程 他們可以學到這種感受 我覺得 不用教他們說 你一定要成為一個 多麼棒 多麼完美的人 我會跟孩子們講 你們有的感受 我也一樣有 都是人 我們也會有累 我們也會有難過 我甚至是 有的時候我們被拒絕的時候 沒關係啊 我一樣也會哭 我一樣也會覺得不舒服啊 可是 我怎麼樣從這些 負面情緒當中 去找到 我可以堅持下去的力氣 或者是堅持下去的心 我覺得這對孩子的眼 才是重要的 小孩他 變得對 收造環境更有感覺 他會開始觀察到 生活中其他人的需要 就是我們會覺得 他們的心 會變得比較柔軟 然後也比較容易 去同理別人 去做行動之後 他們發現其實 一件事情呢 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是有很多的面向 對他們就會開始 站在別的角度去思考 其中一個孩子 他到了高中 他高一點的時候 他就傳訊息給你們 就是說 因為老師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會做DNC 做專門 所以這個報告對我們來說 覺得很輕鬆 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當孩子把情感 跟做一個警應的連結的時候 你自己腳毛毛的時候 他會去想要變成 你所期望的樣子 就是因為當初 你願意踩出那一步 所以才發現現在 就是小孩呈現出來的樣貌 就是你很希望他們 可以成為的樣貌 當老師只要願意給孩子 有這樣的一個開始的機會 那我相信後面 再也不是挑戰了 因為有DNC台灣的陪伴 只要老師願意給孩子 開始的機會 後面就不是問題了